如同黑神话悟空的牛年视频一样 游戏科学在虎年即将到来之际 给众多关心游戏开发进度的玩家们 送上了一份惊喜 只不过这次他们没有像以往那样 准备实际游戏画面 而是用荒诞和自嘲的方式 拍摄了一部幽默真人短片 甚至影片中出现的受访者都不是本人 而是由临时演员所扮演的 不过即便是在全片仅有的 一分多钟的实际游戏片段里 依然有不少值得关注的蛛丝马迹 通过这些细枝末节 我们能看到一些 以往没有公开过的游戏内容 我们找出其中一些 值得关注的部分来分享给大家 不过以下所有内容均为猜测 因时间仓促空有错漏之处 还请谅解 在视频一开场 我们就看到了 躺在树林之中的一头怪物 如果你这会儿没看清的话 在视频7分28秒处 它还会再次现身 仔细分辨后 我们能看出 它就是在去年的牛年拜年视频中 出现过的牛头怪 虽然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 它在游戏中的身份 但在这里的寓意 无疑是牛年已经过去了 视频23秒处出现了一处全新场景 一颗长在山顶的 疑似已经枯萎的参天巨树 四周围散落着各式大小佛塔 在画面里暂时没有更多的信息 能看出这个场景在哪里 但是在西游记原著中 著名的参天巨树 亦如武装罐中的人参果树 又如灵台方寸山中的菩提树 不知这里是再现了哪一处场景 或是另有说法 视频58秒处 我们在一座小寺庙门前的水塘里 看到一只全新的青蛙怪 扑向主角 从庙宇的外形来看 有些疑似西游记中 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 孙悟空所变换的那座庙宇 而在原著小说中 也曾有过二郎神原为一只 坐胎三年的青蛙化身而成的线索 所以这里的战斗场景 疑似可能与二郎神的传说有关 另外这里还有个细节 就是此处的猴子装扮 腰上已经系上了虎皮群 熟悉西游记86版电视剧的朋友们 可能会认为 这是唐僧为孙悟空熬夜挑灯 亲手缝制 但实际上在原著小说里 这条虎皮群完全是孙悟空 自给自足的产物 和唐僧没有任何关系 但无论如何 剧情在这个阶段 悟空与唐僧已经相遇 同时仔细看这里猴子手中的武器 却不是一根棍子 而更像是类似拐杖的武器 我们暂时没有在原著中 找到更多关于这种武器的典故 视频一分15秒处 疑似黑风山的黑熊怪再次出现 但在这里与上一次预告中 有所不同的是 在上次预告中 当主角猴子冲向黑熊怪时 手中的棍子被叠加上了 类似兵系法术的效果 而这一次手中的棍子被叠加上的 却是类似火系法术的效果 从视频的7分25秒开始 其中展现了一段游戏中的实际画面 这里出现的老虎怪 正是去年在发布游戏第二段 正式预告片之前 在第四部预热片段中 出现过的老虎怪 显然这里的寓意是 即将到来的虎年 不过这里更值得注意的细节 是这里出现的主角猴子 在它头上已经戴上了金箍圈 这是在之前的预告片中 从没有出现过的装备 难道这里的猴子 又是与之前的猴子 所不同的角色吗 最后在视频11分13秒 出现的高原外口鱼店 虽然是游戏科学 自嘲游戏做不好 改行餐一夜 但这个餐厅的名字 无疑是来自于 西游记原著中 高老庄中的高原外 小说里高原外的女儿高翠莲 被猪八戒 从地宝恶霸手中救回之后 高原外为报恩 而将高翠莲 许配给猪八戒为妻 乃知猪八戒得意忘形 在婚宴上贪杯醉酒 而现出原形 最后被孙悟空收服 而成为唐僧取经队的一员 另外还有很多 一撇而过的内容 例如在视频40秒处 一排新的石佛像 也是之前没有看过的场景 在视频61秒处 以白模型式出现的 耳垂过肩的新角色 而这里远处靠在墙边的小佛像 疑似四大天王之一的 手持琵琶的东方持国天王 在视频1分18秒处 疑似一只从地下钻出的 长脚甲虫怪 而背景里的高塔 似乎在之前的预告片里出现过 还有在视频2分25秒处 一只长着龙头的双族直立怪 也是第一次出现 目前我们暂时没有能从原著中 找出这些妖怪的出处 如果您有新的发现 不妨在评论里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梳理的 有关黑神话悟空虎年拜年视频里 值得关注的游戏新细节 有关游戏后续更多报道 还请您持续关注IGN中国